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MED学院,我是Steven,很高兴又能够跟大家再一次见面,欢迎大家来学习这门项目管理的课程。 在上一节课程里边,我们讲到了项目实施阶段,我们来看一下,项目实施阶段管理项目风险的风险和问题。 那在那节课里边,我们讲到了现代项目管理中存在的风险和管理风险中所存在的一些问题。 我们给大家介绍了项目风险,什么叫做项目的风险,什么叫做项目产生的一些问题。 然后又接着给大家讲了一下,我们怎样将项目的风险控制,就是这个风控,我们具体的给它落实到实处的一些方法。 然后最后给大家布置了一下内阶课所做的一些内阶课的课后作业。 我相信大家都应该能够完成,就是关于项目实施阶段,理解了一下本阶课的内容。 然后看了一下项目实施阶段,也就是我们这节课要讲的项目实施阶段,怎样去管理和控制项目变更的相关内容。 好,那有了上节课的基础,那我们来看一下这节课我们要讲的一些内容。 来看一下这节课第九讲。 我们来看一下,这节课我们要讲一下在项目的实施阶段,我们怎样去管理和控制项目变更。 那这个话题是在那个,不管是在IT项目管理,还是说现在的工程项目管理里边都是存在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怎样去管理和控制在项目实施的过程中,我发生的一些,包括一些能够控制的,或者是不能够控制的一些项目的变更。 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节本节课的一个目的和介绍,主要给大家要介绍哪些东西。 让我来看一下,我们这节课的目的就是要认识到项目变更的重要性,以及了解到存在哪种类型的项目变更。 我相信大家就是之前在,不管是在生活中也好,或者是在学习中也好,或者是在工作中也好,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一些项目变更。 那可能大家没有一个准确的一个概念,那这节课里边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怎样去管理和控制在项目的实施过程中的一些项目的变更。 好,那我们来接着看一下第二点,这个项目变更的原因是什么? 我相信大家都应该有自己的这么一个判断,那我在这里给大家总结一下,影响这个项目变更的原因有很多,通常呢主要包括下面的这几点。 第一个就是需求方的变更,这个是最经常最经常的,就是需求方的需求老是变老是变,我相信这一点的话,那已经参加了的工作的同学,可能会更加的深入,可能会更加对这一点有更加的这个切身的体会吧。 第二个就是实施方的变更,也就是说制作方的一些原因的一些变更,这些原因呢就包括自身的技术,比如说我这个技术可能我做着做着发现,我这个技术可能达不到,就是用原来规划好的技术去做的话,那这个技术现在已经达不到了。 第二个也就是说人员,就是人的因素很重要,可能就是人员的变更,人员的变动,人员的离职,人员的入职等等一些变化。 第三个就是外界的条件,外界的条件这个就包含的范围就比较大了,因为这个外界的条件不是咱们所能够控制的一些东西吧。 那当变更出现的时候,项目经理或者说是我们整个这个项目的leader,我们要严格遵守项目变更流程规范,进行变更评估。 这个项目变更流程规范应该就是上几节课我跟大家讲的,就是这个流程规范里边,我们怎样去进行记录这个变更。 然后怎样去根据这个记录我们进行后续的一个一个整个项目的一个评估。 对,这个就是一个大概的一个项目变更的原因。 那我们再来看第三个,那知道了这个原因以后,我们怎样去控制整个这个项目的变更。 我们先来看一个例子。 美国有一家公司做过一个著名的调查,他们用了10年的时间跟踪了30万个项目。 其中一个结论就是说,完全成功的项目,包括这个成本,进度,目标都达成不到17%。 那也就是说这个概率是非常非常的小的。 那他们分析出来的导致这个整个项目出现问题或者失败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说这个需求的变更,需求,需求就是不断的去变更。 然后再看,那有了这个结论以后,那我们就想,我们有什么样的解决方法或者说是应对方法呢? 我给大家总结了一下,可以从这几个点来去看。 第一个就是在需求阶段,最大的可能把需求搞清楚。 那就是说,在工作的过程中,我对这一点深有体会。 就是说我给别人去做一个东西的时候,他们需求方可能就是笼统的一句话就丢给你,说我要哪个哪样的需求。 但是他们并没有把他们真正的需求说出来。 那导致最后我们整个这个项目,就是做出来了以后没有人用。 为什么没有人用呢? 就是说这个项目是一个失败的项目,没有人用吗? 那为什么没有人用呢? 就是我们最后去做一些反思,做一些调查,或者开些会我们评估。 就发现在实施的过程中,在做这个项目的过程中,需求方并没有。 就是说需求方提出的需求,可能他们并没有,他们自己都没有搞懂。 可能会存在这样的问题,所以导致最后你给那个实施方说的时候,你都自己没搞懂,怎么可能让他们能搞懂呢? 所以最后导致这个项目就可能是中途流产,或者说是做出来了,但是没有人用,不是很成功。 那第二个就是在执行阶段,我们要严格遵循变更控制流程。 那这个是应该说是应该是一个可控的,在做项目的过程中,因为这个东西如果有出现变更的话,我们实施方和需求方,我们都可以开会,进行沟通,进行讨论,这些东西都是可以解决的。 那最害怕的就是说,我没有遵循这个变更控制流程,我人为的,或者是我单方面的去做一些东西。 那这样的话是,肯定是不是很好的。 第三个就是说最后一个,就是说对于发生了的相应的变更,我们应该相应的去调整文档里边相关的一些记录。 在这里我要强调的依然就是说这个需求,这个需求是很重要的,问题也许发生在执行阶段,但压根是在需求过程中。 你要了解的就是说用户为什么要这么做,就是他这个业务动机。 也就是我刚刚跟大家说的,就是说你在初期的时候,你就要一定要弄明白,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用户需要的是什么,我应该怎么去做? 然后才是,以及什么是可行的一个方案,我们要最终出一个可行的方案。 而不仅仅是说他让你做什么,他让你做什么,可能他连他自己都没有搞懂。 所以的话,这就是说技术背景的项目经理最容易出现的错误。 我们往往就是过多的关注于这个技术的细节是怎样去实现,但并没有说是关注于用户的需求。 所以说即使有销售或其他业务部门的人存在,但项目经理也必须直接参与到与客户面对面的需求过程中。 通过间接渠道拿到的需求往往是严重走样的,你也很难了解到客户的真实想法。 那这个是这个句话的,这段话就意思就是说你中间有一个销售,或者说是其他业务部门,他作为一个桥梁,来连接这个需求方和这个公司的这个实施方。 所以我们建议的做法还是说,呃,有一个技术人员能和这个客户来真正正正正的,就是说面对面的去进行沟通,去进行一些交流,去进行一些讨论,把这个呃,他们所想要的最真实的需求给给给讨论出来。 啊,对于这个流,变更的流程,要强调一下,就是项目经理也许没有权利,呃,拒绝客户的某些变更要求,但你的权利是要走,要求客户走流程,按照流程把变更提交到正确的层面去决策。 这个就体现出来了,这个我们,我之前跟大家说的,就是说,呃,做在上面的两个阶段里边,我们要有相应的文档去进行规范,啊, 啊,项目经理一般没有决策权,但无论谁提的变更要求,我们按一定的流程进行评估时,有时是你对是你对自己的一种保护。 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呃,我们要按照流程进行去呃,变更,进行去呃,进行去做一些变化。 那如果说出了问题的话,我们就应该要把这个责任给撇清。 所以说,这个有的时候会对自己是一种好处。 啊,我们来再,呃,看一下啊,第四点。 在这个所有的项目,项目的变更里边,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这个业务需求方的变更。 我们来看一下,看一下这个漫画。 啊,这个超人就是这个项目经理啊,他推着这个业务去去走。 我们下面有一句话,就是说,啊,这个项目经理必须是业务的推动。 对吧。 啊,我们再再再来看一下,这下面这个漫画。 啊,这个需求方啊,给这个画漫画家说,还是改换一个男子吧。 好吧,然后这个人很无奈,就说还是改。 然后改完了以后啊,然后这个需求方又变化了。 一个人有点没气势,还是改成一群人吧。 sorry啊,我再给大家看一下。 稍等一下。 还是改成一群人吧,然后这个人就崩溃了。 说这活我没法干了。 所以说通过这几幅漫画,我们得出来的是啥? 您之前是要问清这个,问清这个,就是这个需求方。 你画这张画是用来干什么呢? 他会,你要了解到这个他真正的需求。 所以说没有变更是不可能的。 但是你首先要确保真的了解客户的这个业务动机。 这才是最主要的。 那有人问,有没有可能避免变更? 坦率说完全没有可能。 就是说我做了这么多年的这个项目,就没有一个说是, 我刚开始就是规划好的,就按这个规划去走。 没有,完全没有可能。 他都会或多或少的有些变化。 那特别就是说,特别是由于这个业务部门提出的变更。 他们的理由往往非常简单,而且充分。 就四个字,业务需要。 我相信工作了的同学对这四个字很有体会。 那我们想一下有什么办法呢? 那这个话题太大了。 不过我们部门,就是说我们部门采用的一种方法可以供大家参考。 我们的研发,主管部门不会拒绝业务部门的任何变更请求。 他会对所有的变更进行统计。 凡是在项目最终交付中没有体现出来的, 列为无效变更。 反馈给业务部门管理层。 这一指标不会直接影响绩效, 但能够对无效变更请求的提出者形成一定的压力。 这个也是在我们部门经常去做的。 就是说你提需求可以,我们可以给你做。 但是我们会进行一个,比如说年中或者年底, 我们会对各种各样的项目进行一个总结。 根据以往的文档,我们会进行一个总结。 然后根据文档的总结,我们发给领导和总监, 让他们去决策。 所以我们通过对上面的理解, 我们知道了,归根结底, 变更的控制需要项目早期良好, 充分的沟通。 但除了项目经理以外, 我们需要有一套有效的变更流程控制, 变更控制流程与绩效管理体系。 这个才是我们项目过程可控的有效保证。 这个也就是我刚刚和之前跟大家说的。 我们要有一套非常完善的变更流程控制。 所有的人,不管你的title是大与小, 我们都要去遵循这么一套流程规范。 好,这个就是我给大家讲的业务需求方的一个变更。 好,在这节课里边我给大家介绍了一下, 我们本节课的一个目的和介绍。 本节课的一个介绍。 第二个就是给大家说了一下引起变更的一个原因, 这个是一个笼统的一个概念。 第三个就是给大家介绍了一下, 怎样去控制项目变更的一些措施, 或者说一些方法。 第四个就是给大家由于重点的去介绍了一下, 在这个变更的过程中, 我们最常见的一种变更, 就是业务需求方的变更。 好,那这个就是我们这节课所讲的一些内容。 好,那这个课后作业还同样的, 就是理解一下本节课我们所讲的内容。 第二个就是我们需要复习一下下一节, 项目实施阶段, 方面的这个项目沟通管理的一些相关的内容吧。 那希望大家跟上几节课一样, 大家能够认真真地完成。 好,谢谢大家。 咱们下一节课。